就是一下下然后生气 我今天早上出门她也生气啊 因为我说妈妈要去上班 她说妈妈不要去上班 我说妈妈要去上班 然后妈妈明天才会回来 妈妈不要去上班 我不要妈妈去上班 我说那谁去上班 爸爸 然后爸爸说我事业很久了 认识林心如是一位还珠格格 想必大家都是从那个楚楚可怜 有着一双齿零零的大眼睛的紫薇 才认识林心如的吧 林心如的形象一直保持着 眉目含情楚楚可怜 美得如画 被许多人在心目当中视为自己的女神 林心如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她还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 虽然她做慈善非常低调 但是呢她从最初的配合慈善宣传 到亲力亲为投入慈善事业 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而霍建华自从和林心如结婚以后 我们就已经很久没有在荧幕上看到霍建华了 昔日那个霸瓶的果真男神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职奶爸 女儿呢什么事情爸爸都会同意 要冰淇淋和看电视都不管控时间和数量 怕我揍她你知道吧 我带我女儿去公园玩 然后她认出我的 然后就趁我们经过她的时候 她要去拍 就冲过去 很紧张 但是我觉得 但经过那次以后 我觉得 我就跟自己讲 我要稍微再放下一点 不然这样我会很辛苦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自然 自从她出生以来 林心如就把她保护得很好 到现在为止都没能够看到小海豚的长相 妈妈在上班啊 妈妈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啊 她生我的气我知道 你不生妈咪的气好不好 嗯 咱们上班啊 很快就回去了 哈哈哈哈 霍庆华和林心如呢 结婚以后很快就升级到了爸爸 严然成为了一个女儿奴 总是抱着女儿不舍的撒手 陪着女儿四处玩耍 还被拍到当街猛亲女儿 林心如和霍庆华都是出道了几十年的演员了 事业奋斗到了今天 该得到的名合力早就足够了 结婚之后呢 自然想找一些时间多陪陪家人 林心如在场后依旧经常活跃在荧幕上 还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可以说是担起了养家的重任 甚至因为忙于工作 遭到女儿小海豚的埋怨 好在林心如呢 也不用为女儿担忧 霍庆华和婆婆将小海豚照顾得很好 为林心如解决了后顾之忧 自从有了女儿林心如 经常在采访中分享老公霍庆华和林心的趋势 那个我先生还开到被开罚单 因为我们带小孩去以兰玩 然后回来 怎么会有张罚单 开太慢 霍庆华的教育方式会差 不会我们还蛮一致的 从女儿小海豚出生之后 霍庆华就成为了一个女儿炉 她整天就知道排在女儿身边 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女儿小海豚的身上 而女儿呢 并没有多么的粘质爸爸 她反而喜欢跟妈妈林心如在一起 女儿喜欢妈妈 就连林心如抱着小侄子的时候 女儿也会感到很不开心的哭着 甚至闹起来说不要弟弟了 这个时候霍庆华的反应啊 也真的是太让人觉得搞笑不已 只见霍庆华满是宠爱女儿的样子 接着走过去 小心翼翼的抱起女儿 一边耐心的哄着女儿 一边对女儿说 好了 你说什么都听你的 怎么说呢 在女儿面前 霍庆华也是超级无敌暖男了 再说小海豚这么可爱的卖萌 谁能够抵挡得了呢 女儿说什么她都好好好 但她也不是溺爱 就是她还是有她的原则 反正你知道吗 爸爸就 可不可以吃冰淇淋啊 好可以 可不可以看电视 只要我不在的时候就会有 能感受到林心如也是很爱女儿了 虽然说外界传言 林心如和霍庆华离婚的消息顺不顺说 但她们总是在用行动粉丝谣言 我们也祝福她们可以长长久久吧 要 看看哪一 三个都在心 再生一个 表情好像有一点 卡住了 有这个想法的吗 矛盾 有一点矛盾 我